万圣节将至 孩子们已经跃跃欲试 要身披战袍 去挨家挨户的trick or treat了 但家长们需要在这段时间提高警惕 孩子们敲开的每户人家是否暗藏危机 根据报道 加州目前有超过6万名登记在册的性犯罪者 洛杉矶线有超过14000名 尽管这些性罪犯被要求 不得提供糖果 不得安装万圣节饰品 不得在下午5点到凌晨5点间出门 屋外不能亮灯 且只能向执法人员开门 但为了确保孩子不会敲错门 家长可以在加州梅根法律网站上查询到住宅附近的性罪犯信息 民众可以按照住址 罪犯姓名等条件进行搜索 查询结果会包括性罪犯的照片 身高体重 门牌号等信息 一旦有任何可疑情况 应立刻报警 根据加州惩戒署的数据 针对12岁及以上年龄段的性侵犯中 有80%的受害者认识犯罪者 且针对未成年人的性侵犯案件中 青少年罪犯占三分之一以上 另外 家长也要提醒孩子尽量在白天要糖 出门要结伴 走大马路 避免走捷径 小巷或穿越后院 不要进入陌生人家里 并且在吃任何的零食之前都要仔细检查 确保孩子快乐出门 安全回家 以上是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佳音 在洛杉矶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